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MD近日正式发表新一代RDNA四绘图架构,并推出Rideon RX 9000系列,AMD RIDEON RX 9070 XT和RX 9070显示卡。 全新架构的价值之下,全新显示卡配备16G显示记忆体,为高质量游戏绘图设计带来广泛的改进,包括重新设计的光线追踪加速器和效能更加强悍的AI加速器,带来变个性的游戏体验。 与上一代产品相比,最新的AMD RIDEON RX 9000系列平均效能最高提升40%以上。 据了解,AMD RIDEON RX 9000系列显示卡,于2025年3月上旬起由华晴、华硕、技嘉、汉讯、蓝宝石、汉凯、训景和迎通等领先的主机版合作伙伴提供。 从具体提升来看,这次统一的AMD RIDEON A4运算单元,成为最大的亮点。 其具有多达64个先进的AMD RIDEON A4运算单元,相比上一代AMD RIDEON A3架构,游戏效能提升高达40%。 高效能光线追踪,与上一代相比,通过第三代光线追踪加速器,AMD RIDEON A4能够提供超过两倍的每个运算单元的光线追踪吞吐量。 配备最新,AMD RIDEON Rx9000系列的游戏玩家可以准备好享受具有高质量绘图的沉浸式游戏体验,包括逼真的照明、阴影和反射。 Supercharged AI Acceleration超级 AI加速,第二代AI加速器获得了多项增强,通过结合用于AI运算的额外数学管道。 是,AMD RIDEON A4能够比RIDEON A3更快地高效处理高级AI模型,扩展了AI加速器的功能,以支援FP8等新兴资料类型,并支援结构化稀疏性等推理优化技术。 与上一代相比,这些变化为每个AI加速器用于稀疏矩阵每个运算单元,提供了高达8倍的INT8吞吐量。 AMD FidelityFX超级解析度锐化技术FSR4,即使在苛刻的工作负载下,如具有最高光线追踪设置的4K游戏, AMD最新的尖端机器学系驱动升级技术也能提供高质量的增强帧,并将在发表时支援30多款游戏。 通过HYPR-RX获取创新功能套件,玩家可以通过激活AMD HYPR-RX和AMD软体中的功能套件来立即改善它们的体验, 包括AMD Radiant Super Resolution,AMD Fluid Motion Frames 2.1,AMD Radiant抗延迟和AMD Radiant Boost。 这些功能都可以在AMD Software Adrenaline Edition中根据游戏玩家的硬体和偏好进行克制化, 以提高FPS、响应速度和效率。 AI增强的AMD Software Adrenaline Edition软体,使用了一套新的软体和资源, 旨在通过AMD Radiant RX9070系列显示卡提供业界领先的AI用户体验, 让用户的驱动程式和AI软体与新的软体管理器保持同步。 找到有关AMD的所有问题的答案,或使用AMD聊天创建免费和私人的文本和影像。 通过App Portal发现,下载和安装新的令人兴奋的AMD合作AI应用程式, 并通过AMD影像检查器必用AI来提高软体质量。 另外,AMD Radiant Display Engine支援最新的Displayport 2.1A和HDMI 2.1B连接, 可实现高达8K 144Hz的超高解析度和更新率。 具有12位元HDR和全REC 2020色彩空间,可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色彩精度。 配合AMD FreeSync技术,游戏玩家可以在4000多款相容显示器上享受不撕裂、不卡顿的游戏体验, 包括即将推出的4K240Hz和8K144Hz Displayport 2.1显示器。 AMD驱动软体Adrenaline Edition还添加了一个新的易于使用的AMD FidelityFX FSR 4升级功能, 以在30多款游戏中以最高质量实现效能最大化。 还有75款游戏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与AMD FSR 3.1升级相比, AMD FSR 4提供了实质性的影像质量改进, 新的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有助于提高时间稳定性, 更好的保留细节,减少重影。 当游戏开发者将AMD FSR 3.1集成到它们的游戏中时, AMD FSR 4利用已经类置到AMD FidelityFX API中的功能, 可以轻松升级支援FSR 3.1游戏, 并且可以与现有的游戏内AMD FSR 3.1高级真生成和AMD VD Nintelag 2相结合。 在AMD Ready-In RX 9070系列显示卡上, 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帧速率进行超流畅。 超响应的游戏。 新的ML加速AMD FSR 4升级算法, 是在AMD资料中心GPU加速器上使用高质量且真实的游戏资料进行训练的, 并使用AMD RDA4架构的硬体加速FP8 Wave Matrix Multiply Accumulate, 即WMMA功能来确保最大的升级质量, 同时还能提供显著的游戏效能提升。 AMD GPU技术与工程研发高级副总裁表示, AMD VDNR Max 9000系列, 这是他们新一代AMD RDA4架构在绘图效能方面的重大飞跃。 这些GPU旨在满足当今游戏的需求, 为世界各地的玩家提供发烧级的游戏体验, 同时准备好支援未来的创新。 通过先进的AI和光线追踪加速器的强大功能, 他们不仅提高了帧率, 而且从根本上增强了游戏体验。 RADIAN RX 9000系列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能、 AI功能和下一代显示器支援, 为希望升级系统的游戏玩家带来了非凡的价值。 总体来看,RADIAN RX 9000系列解锁了新的效能水平, 同时提供了一套新的和增强的功能, 改善了游戏体验。 RADIAN RX 9070系列提供16G, GDDR6显示记忆体, 允许玩家在最高设置下呈现当今和未来最激动人心的游戏。 与上一代RX 7900GRE相比, 在1440P解析度下玩游戏时, 最新的AMD RADIAN RX 9070平均效能提高了20%以上, 而AMD RADIAN RX 9070XT的平均效能则提高了40%以上。 相比RTX 5070Ti, 玩家有了更多选择。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